用的是811电池 为数不多的能达到600公里以上的 有时候看不到的地方容易发生刮蹭 然后音箱是二派的 音效果很好 声音听起来 你这是干什么 感觉不错 就应该这样 大家好 我是INLS的车主 我是今年6月份买的车 然后现在已经开了三个月了 我的预算是 4月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用车这个主要场景是上下班 大概每天是20公里左右的路程 平均的话大概15天充一次吧 平均电耗的话是14-20千瓦100公里 标准续航是650千米 然后平时使用的话 夏天能到550左右 如果是开空调的话 可能有500多一点点 优点的话主要是以下三点吧 一个是外形 我觉得还是比较美观大气的 另外一个是续航比较长 用的是811电池 为数不多的能达到600公里以上的 第三点就是它的空间比较适合家用 或者是体型比较大的人 车顶还是挺高的 膝盖前面距离那个驾驶盘还有20公分左右的距离 后排的话 坐三四个人应该没有问题 空间还是比较宽敞的 然后音箱是二派的 音效效果很好 不足的话我觉得有三点 一个是前面没有那个雷达 因为它是SUV嘛 有时候看不到的地方容易发生刮蹭 另外一个是开一个月的时候中间黑屏过一次 后来换了线后来这个问题解决了 后备箱那块它没有雨刷吧 最远的话我是去大概50公里的地方 去的时候是550公里左右 到的时候是480公里左右 去行大概是1比1这个关系吧 下次货车的话还是会选一台电动车 体验还是比较好的 在北京的话不限号 上来班的话我会买一台轿车 像爱安S这种 如果是SUV的话 我想我还是会选LX的 目前来看的话 我觉得这款车还是比较满意的 是 我本来就算了